你好 你好 我今天问的就跟前一位小姐一样 就关于我的女儿 因为她每年都跟我 从小到大都是跟我好像八字不对 可是最近渐渐好了 我就想问问她的亲 她属什么几几年 她是1986年 属什么 这个好像属牛吧 她是1月24号出生 86年属什么 就属牛 86年属牛对不对 对 她是剩1月 1月的 哎呀 您女儿脾气倔得不得了 对 你讲这样 因为我看见她这个牛啊 头上还有两个牛角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呢 问题在于你也不省油 听得懂吗 我知道 你自己跟她前世冤结很深啊 我不想多讲 你们两个前世是兄弟关系 明白了吗 所以她不会卖你账的 所以现在你要每天给她念心经 还要念姐姐奏 每天给她念二十一遍姐姐奏 说化解我某某某和我女儿的冤结 就慢慢会好起来 就慢慢会好起来的 听得懂吗 我知道 没什么大问题的 现在好起来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家里 家宅里面有些变化 你们是不是搬家了 或者家里动过吗 没有 买过什么房子吗 那是很多年前了 十几年前 我们从东西就是搬到我的女儿 我跟她交话 现在最近你觉得好一点 是什么时候啊 就最近现在 最近是吧 那你女儿最近有没有 外面有没有朋友啊 这个因为我们八字不同 我们就很 没有跟她讲 我不了解她 她也不了解我 这是她因为另外一个人影响了她 所以我告诉你们 实际上一个人的命从小算 说你前世 哦很好啊 你发财啊 你有命啊 哦啊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好 但是你一结婚之后呢 两个人八字合在一起 叫合八字 八字一合 你的命彻底改变 如果你嫁一个老公 命好得不得了 那么你八字合就很好 如果你嫁个老公不好 你跟他一起倒霉 所以一个人的气场 跟另外一个人的气场 完全是要合的 所以不能合气场 就是说气场不对 所以这个人 看见他讲话就很讨厌 你明白了吗 可是我现在都在 慢慢慢慢忍耐 你不要忍耐 忍耐是化解不了的 忍耐以后还会爆发的 最好的方法是化解 你要念经 你不念经化解不了的 好吧 好的好的 你一定要听台长的话 你脾气很硬 你上辈子是个男的嘛 而且你要记住 你自己啊 做错很多事情 我现在都看到了 我不想讲你 你自己要记住 你的感情运动也是很差的 听得懂吗 知道 对不对啊 没有问题 你性格很好爽 为人肯帮助别人 这是你的好的 但是你呢 一旦人家得罪你的呢 你把人家骂这个贼死 明白了吗 对 我知道 好好秀啊 多念经 好 谢谢 阿玛 阿玛